目前還是以85歲以上 是有倫理造冊的民眾為最大種 對 放輕鬆 晚起袖子高齡88歲的伯伯 前後各站一名護理人員準備施打疫苗 台灣不要擾人的話 好 休息15分鐘 8點半成年給他音樂 等下前面收集 亞東音樂正式開打疫苗 第一批主要是針對85歲以上的長者 早上不到8點就湧進不少長輩們 長輩們淡定哀針 其他等待的人乖乖坐在等候區相當有秩序 院方說施打過程快速順利都虧了 宇美釘式打法 主要的重點就是我們評估完長者以後 希望長者可以坐著不動 然後我們醫師護理師過去評估 那醫師是說評估是否可以施打的部分 那護理師是負責接種的 原來所謂的宇美釘式打法就是要減少長輩移動 只要坐在座位上等著醫護人員靠近就好 可增加效率也能保護長輩安全 看的一下住貨多亂囉 不要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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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總共施打的部分會總共打多少人的部分 85歲就這一個區域區塊 今天的話大概也是預計在六七百左右 因為它整個三天我們雅東院現在目前配到的量是 1110 西北市貨配的8.3劑A力疫苗今天正式施打 雙正經要被妥 確認年紀達85歲以上就可以進入醫院 院方說依照目前順暢的速度與流程 預計可施打七百人 北北您施打之後啊 嗯 有沒有什麼什麼症狀呢 沒有 啊你除了你有感覺說哪裡不最快嗎 沒有 都沒有 高齡長者癌症超級淡定 在休息區也說沒有不舒服 但醫生還是提醒得留心身體狀況 一般大概施打完以後 可能局部注射部會會有疼痛的現象 或有少部分人會有發燒的現象 回到家之後休息還是有輕微的發燒 可以使用一些簡單的非處方的解熱的藥去做環境 那如果是說發燒有超過48小時以上的話 建議還是要來就醫院 突發中心心本報道